大家好啊,欢迎观看我们新一集的钢铁循式啊 那么在上一集当中呢,我们也是把这个德意志帝国啊给完结掉了 那么之前啊,在我们玩这个法兰西共和国的时候啊 我们做过一次投票啊,大家也是选出来了 想看德国,然后呢,德国我们现在做完了 然后根据上一次的投票结果呢,我们就来做一下这个俄罗斯啊 可以看到啊,这右边写着 在俄国内战中,联合起来的白军竭尽全力的战斗 但红军仍然控制着这个国家工业的中心地带 然而德意志帝国害怕一个红色的俄罗斯 很快决定站在白军一方进入战斗 两年之后,白军收复了穆斯科和彼得格勒 建立了新的俄罗斯共和国 在过去的15年里,两个主要党,社格党和立宪民主党 在克伦斯基的领导下,组成了不稳定的联盟 但俄罗斯正在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其他的政治力量正在增长 并且他们认为现在正是做出改变的时机 这个国家可能会再次谋求他在世界舞台上的力量 那么我们还是难度常规 然后体人默示选中 那么我们今天将会遇到什么样的故事呢 咱们话不多说,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游戏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就进入了1936年1月1日的俄罗斯共和国 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民营工厂控闲 我们就造一些军工厂,就造在穆斯科吧 然后呢,这个科研操控闲啊,我们就来研发一些科技 包括这个武器啊,包括这个电子机械工厂啊 还有这个工业啊,和之前都差不多 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啊,就选择一个国策 但是可以看到啊,我们选择不了啊 如果我们没有选择国策啊 它正常的话呢,应该会出现一个这个标志的啊 写着我们没有选择国策 可以看到我们这些国策啊,都是灰色的啊 我们点不了啊,没有办法选择国策 那我们就不选了啊,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民族精神 首先第一个呢,是苏维埃的威胁 稳定度减少了10% 内战后,持续不稳定的局势 以及红色运动扩大的影响力 迫使我们向这些无产阶级妥协 布尔什维克运动在俄罗斯的力量依旧强大 随时有可能在我们脆弱的时候再度举起叛乱的旗帜 第二个呢,是军政人员的分歧 陆军学说的研究速度减少了75%啊 第三个呢,是海军军官的分歧啊 也就是我们这个海军学说的研究速度也减少了75%啊 那么我们现在什么都干不了啊 这怎么办呢 没关系的啊,我们只需要让时间走起来就可以了 到了1936年1月2日我们收到消息 多灾多难的历史 十月革命之后分布在前地俄领土上的反布尔什维克军队逐渐整合 尽管白军武装在战争的初期取得不少重大胜利 却始终无法击溃 掌握着俄国工业心脏的苏维埃红军 当害怕俄国出现一个红色的俄罗斯之后 德意志帝国决定介入战事 战况开始发生逆转 作为对干涉内战的交换 反布尔什维克正前同意承认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条约 1920年白军成功攻陷穆斯科与彼得格勒 今生的俄罗斯共和国在旧帝国的首都正式宣告成立 过去15年间 克伦斯基领导下的社会革命党与立宪民主党组成了脆弱的执政联盟 尽管如此今天的俄罗斯共和国正深陷动荡的阴云 各派政治力量不断聚集 谋求国家体制的彻底变革 令俄罗斯民族得以向世界再度展现自己的力量 我们表示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俄罗斯万岁 随后我们又收到消息 1918年俄罗斯宪法 1918年尼古拉二世退位后次年 俄罗斯共和国宪法正式颁布 对国家政治结构做出明确定义 立法机构被分为国家动马众议院和参议院 前者每五年选举一次 后者由高级贵族政治家和学者组成 总统办公室与政府内阁分享行政权利 任期为六年 通过参议院和部长会议联席选举选出 我们表示宪法保证了自由与稳定 之后我们又收到消息 俄罗斯的经济 1920年初俄罗斯在内战结束之后 克伦斯基政府试图利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以及在俄罗斯资产阶级支持者中 主张恢复经济 克伦斯基通过承认俄罗斯农民的 自行再分配后的土地所有权 从事实上恢复了土地私有制 俄罗斯帝国遗留下来的红金储备 国内战争爆发后 落入克伦斯基的掌控 随后秘密运敌彼得格勒 成为内战结束后的新政府发行货币 实施新经济政策的信用担保 新经济政策成功使沙皇时代的工业设施 逐步恢复运转 其中也包括不少军工产业 来自美国的金融投资 也被允许涉足该国的各项经济领域 在俄罗斯经济复兴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然而经济增长放缓 以及左右矛盾深化 共同引发了1933年俄罗斯经济衰退 尽管如此 事实是明确的 俄罗斯工业依然有着相当的增长潜力 这将有效巩固该国的经济实力 与国际地位 我们表示我们应该加强经济发展 到了1936年1月6日 我们收到消息 克伦斯基遇刺 枪声响彻了首都 俄罗斯共和国总统亚历山大 克伦斯基在走上参议院的台阶时 被刺客杀死 枪手没来得及逃跑 就被军警打死 他的动机永远不为所知 无论如何 俄罗斯的命运已经不可逆转的改变 无论是好是坏 我们表示啊 响彻世界的一枪 随后呢 我们这个总统啊 克伦斯基也就死去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 到了1936年1月7日 我们收到消息啊 克伦斯基遇刺事件余波 长期担任总统的 压力山大克伦斯基遇刺 使国家迅速陷入混乱之中 总统阁下在去世后 立先民主党与右翼的 社会革命党的联合内阁迅速破裂 目前有四股政治力量 都在尝试 争夺支离破碎的国家政权 我们有四个选择啊 那么我们究竟选择哪一个呢 我们选择最后一个啊 选举德米特里大公为新任总统 这样呢 我们这个德米特里大公 也就成为了俄罗斯共和国的新任总统啊 要记住啊 我们现在这一位啊 是总统 是大家选出来的啊 俄罗斯共和国的新任总统啊 大家要记住啊 这非常非常的重要 德米特里罗曼诺夫掌权 克罗斯基预测后 位于彼得格勒的东宫 还没有冷清太久 德米特里大公便在旧贵族 与新兴金融业精英的帮助下 对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国家 建立起个人统治 随着他的皇室祖先们 所扮演的角色那样 德米特里大公承诺自己 将成为人民的小父亲 以一位善良沙皇的身份 照顾能民的生活啊 当然啊 他还是一位大总统啊 是俄罗斯共和国的总统 我们表示啊 真是位有魅力的罗曼诺夫啊 可以看到啊 我们现在这个国号 仍然是俄罗斯共和国 而我们这位德米特里先生啊 仍然是俄罗斯共和国的总统 这还是要再说一遍啊 因为非常重要 到了1936年1月22日 我们收到消息 国家首都下列两座城市 都曾担任过首都职能 有条件担任我国的中央政府朱迪 我们应该选择哪里 作为俄罗斯的首都呢 我们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仍然选择现在的首都 彼得格勒 另外一个是选择穆斯科 于是呢 这个总统先生决定啊 签发总统令 将俄罗斯共和国的首都 从彼得格勒 移至穆斯科 到了1936年1月26日 我们收到消息啊 偿还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条约赔款 作为德国人帮助我们的代价 我们俄罗斯共和国 就需要向德意志帝国支付赔款啊 那没有办法啊 我们必须采取紧缩政策 到了1936年2月6日 我们收到消息 重组国内警察 随着国内反对派势力的崛起 政府不得不建立一个国内警察机构逮捕抗议者 我们表示啊 好主意 公共安全与秩序保卫部 焦点解锁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选择一个国策 重建公共安全和秩序保卫部 随着革命运动迅速蔓延到整个俄罗斯 俄罗斯杜马议会的一些议员提议 应该重建旧沙皇时期的秘密警察机构 公共安全和秩序保卫部 以维持俄罗斯的秩序 这个机构将会消除一些极端的革命派 并且对他们进行再教育 从而敬畏俄罗斯 到了1936年3月3日 我们收到消息 黑色星期一徐卷俄罗斯 大约三周前 柏林股市突然崩盘 德国经济突然跌入了无底深渊 现在经济危机开始冲击俄罗斯 俄罗斯卢部正在迅速贬值 对外出口一落千丈 我们表示啊 希望政府能够力挽狂澜 到了1936年3月28日 我们收到消息 总罢工 全俄罗斯工人联合会 已经起来达成协定 组织一场全国性的总罢工 尽管到目前为止 大多数工人仍然对他们的提议反应有限 但随着时间的推进 如果形势进一步恶化 越来越多的工人将会加入到这场危险的运动中 我们表示啊 该死的社会主义者 获得了民族精神啊 总罢工 非常不妙啊 到了1936年4月2日 我们收到消息啊 精英文科中学 俄罗斯帝国时代 文科中学曾是每座城市的必备公共设施 那里是当地最智慧的孩子 与贵族子弟的学习场所 克罗斯基共和国改革后 大多数精英化私立学院都被取消了 所有的贵族学生被迫 无论出身和工人农民的子弟一起学习 参与员们声称 精英文科中学的这样高等的学校 必须得到复兴 以确保下一代俄罗斯精英们 都能具备最完美的学习条件 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扶持公共学校项目 但现实表明 公共学校的整体教学质量 永远比不上旧式的文科中学 我们有两个选择啊 我们这个总统先生表示啊 公立学校将向全体人民开放 随后我们又收到消息啊 总罢工蔓延 越来越多来自其他工厂的劳动者 开始加入这场总罢工中来 局势正处于爆发的边缘 不妙啊 我们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 好的 过了70天 我们也完成了重建公共安全 与秩序保卫部的国策 随后我们收到消息啊 与工人发生冲突 我的天啊 我们表示派全军队 快点 随后我们又收到消息啊 与罢工者谈判 在尝试与罢工工人展开谈判后 全国各界的政治势力 都在紧密关注着会谈的发展 有人希望这场罢工 能够成为俄罗斯改革的关键动力 我们有三个选择啊 我们这个总统先生表示啊 达成全面和解 达成全面和解啊 都同意啊 都可以谈 都可以谈啊 大总统 这个总统先生已经说了 什么都同意啊 全面和解 听到了没有 随后我们又收到消息 彼得格勒街头冲突 彼得格勒的工人们 正在组织民兵武装 袭击我们的部队 我们表示啊 该死 随后我们又收到消息 莫斯科街头冲突 莫斯科的工人们 正组织民兵 袭击我们的部队 我们表示啊 该死 随后我们又收到消息啊 查理金街头冲突 哎呦 该死 哎呀 到了1936年4月13日 我们收到消息啊 工厂复工 由于我们这个总统先生 颁发总统令 达成全面和解 随着危机解除 工厂逐渐开始重新投产 我们表示啊 哎呦 太好了 移除了民族精神 总罢工 到了1936年5月2日 我们收到消息 俄罗斯第一女子 敢死对师 玛利亚波卡列王上校 世界大战 与俄罗斯国内战争 期间的英雄 最近要求政府允许 她以现有的女子 敢死对营 作为基础 成立俄罗斯第一女子 敢死对师 并以此作为 未来女兵部队的 构建基础 接受这项议案 注定会增强 我军实力 也同样在海外 深受宣传意义 但请不要忘记 军队内部的保守派的意见 也应该被考虑进去 我们这个总统先生表示啊 允许成立 俄罗斯第一女子 敢死对师 到了1936年6月11日 我们收到消息 德米特里总统的新底牌 在诸多巧合的作用之下 俄罗斯现在啊 已经是要玩啊 这不管是工人罢工 还是民兵袭击 我们的部队啊 这政府啊 这国家斗马 这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只有我们这个 德米特里总统啊 还在艰难的 保护着我们这个俄罗斯 我们表示啊 杜马不过是走过场罢了 随后我们收到消息啊 失败的炸弹袭击阴谋 我们这个总统表示啊 我要把头弹者的脑袋 摆在桌子上 你们快点给我取来 到了1936年7月7日 我们收到消息 贵族庄园 我们俄罗斯现在 虽然是共和国 但是国内也存在着很多贵族 只不过呢 这些贵族的这些庄园啊 都已经被收回到国有了 现在我们这些贵族呢 就希望啊 能把这个庄园还给他们 或者说呢 让政府承担他们的 一部分的维护费用 我们有两个选择啊 一个是希望没有人 会注意到这项改革 我们这个总统表示啊 这个参议员们啊 这些贵族已经很有钱了 他们不需要国家投资 到了1936年7月21日 我们收到消息 政治性炸弹袭击 我们这个总统表示啊 这个投资者的脑袋 怎么还没有摆在我桌子上呢 这个警察 公共秩序和安全保卫部 你们是干什么的啊 哎呦快点啊 这个稳定度 现在已经负51%了 再这样下去 我看这第二次俄国内战 这就不远了 我们俄罗斯共和国啊 就在这个内战的边缘啊 我说我求求你们了 你们快点 这哎呦太险了 这汗都下出来了 你们一定要加油啊 大家要坚持住啊 到了1936年7月26日 我们收到消息啊 初步稳定 随着黑色星期一 带来的冲击慢慢消退 一些受冲击较小的行业 开始触敌反弹 不过整体的经济情况 仍然不容乐观 我们表示啊 让我们期待 这一切能尽快稳定下来 接下来呢 我们获得了新的民族精神啊 开始稳定 我们俄罗斯的经济情况 终于好了一些啊 非常好 到了1936年8月5日 我们收到消息 东正教会地位 东正教会正要求澄清 他们在俄罗斯共和国内的 特殊法律地位 牧首希望我们通过一款 关于国教问题的 宪法修正案 我们有三个选择啊 我们这个总统表示 东正教是我们的国教 随后我们收到消息啊 军事改革 通过最近的军事演习 我们得出了一个 无可辩驳的结论 俄罗斯的军队 简直一团糟 如果我们要小心防范 我们自己的邻国 就必须尽快实施改革 在座的高级指挥官 都对改革方案 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剩下的就等我们 总统的最终裁决了 我们这个总统 德米特里表示啊 我会看看的 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啊 我们有四个改革方案 我们选择改革军队 选择邓尼金方案 邓尼金元帅 一直受政治家们和军队中 大部分军官的欢迎 因此推行他的改革 应该不会遇到太大的阻力 他认为俄罗斯 可以依靠庞大的人口 来赢得未来的任何一场战争 但他也认为 一个机动化的军队 是必要的 到了1936年9月4日 我们收到消息啊 尼古拉二世联盟 尼古拉二世联盟 大概的意思 就是要在我们俄罗斯共和国 复辟帝制啊 他们表示啊 这个大总统 挽救俄罗斯啊 于水火之中啊 这么有功劳的一个人啊 应该这个登基称帝啊 我们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缅怀尼古拉 为俄罗斯做出的贡献啊 但是我们这个总统表示啊 共和派仍然占据大多数啊 我们不准备支持 该联盟的活动 哎呦 我们这个总统啊 虽然说很伟大 他在国家艰难的情况下啊 在俄罗斯即将陷入内战的情况下 拯救了俄罗斯啊 保护了我们这个先总统 克伦斯基的遗产也就是我们伟大而珍贵的俄罗斯共和国 但是你说我一个小小的这个总统啊 俄罗斯人民的小父亲 这怎么就摇身一变 这就变成了皇上呢 这不行啊 这绝对不行啊 这绝对绝对不行啊 我们这个总统也是表示啊 我不打算支持啊 好的 过了70天之后 我们也完成了改革军队邓尼金方案的国策 同时呢 我们这个陆军人员的分歧啊 也就消失了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选择改革海军 我们选择第二个啊 贝伦斯方案 我们这位贝伦斯将军简单的说啊 他也就是认为这个航空母舰 虽然造价昂贵 但是他认为啊 这个航空母舰的压倒性力量啊 一定会是未来海军的主宰 我们就选择他的方案啊 来改革我们俄罗斯的海军 好的 又过了70天 我们也完成了改革海军的国策 这样呢 我们这个海军人员的分歧 这个民族精神啊 也已经消失了 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选择军队现代化 无论我们要采取哪种方案 我们都不应该 仅仅是让我们的战术学说 跟上时代潮流 更需要更新我们的制式枪支 和通用装备 到了1937年1月3日 我们收到消息 新布尔什维克联盟成立 随着克伦斯基遇刺 以及社会革命党 立宪民政党的联合的破裂 俄罗斯政坛正在发生着 大规模的重组 最显著的结果就是 新布尔什维克联盟的成立 吸纳了内战后的布尔什维克幸存者 极端的前布尔什维克 以及社会革命党人 新鲜血将形成公团主义集团 随着政治局势的稳定 这个联盟很有可能会参加 最近的杜马选举 我们表示啊 我们要盯紧他们 好的又过了70天 到了1937年2月21日 我们也完成了军队现代化的国策 同时呢 在刚才啊 我们那个偿还布列斯特 利托夫斯克协议赔款的 这个民族精神啊 已经消去了 本来大家都认为啊 我们这个赔款需要很久 才能够还完 但是啊 没有想到 我们这个总统啊 这个俄罗斯人民的小父亲 采取的这个紧缩政策 致使我们这个俄罗斯共和国 很快的就还完了德国人的赔款 原本预计需要花更长的时间啊 没有想到啊 竟然会这么快 这没有办法 都是因为我们这个总统先生啊 德米特里实在是太过英明啊 才会导致这样的结果 接下来我们继续啊 选择重组军队最高指挥部 俄罗斯军队的最高指挥部 被一群老顽固占据着 自从世界大战和内战过去之后 他们就没有什么长进 现在必须有那些了解现代战术的年轻人来代替他们 坚持我们的战术 比如说我们频道里的这个网友总参谋部啊 这各位网友 各位观众们啊 这就是非常适合啊 见我们这个俄罗斯最高统帅部的人 我们相信啊 有我们这个网友总参谋部 还有我们这些啊 英明的这些观众们啊 所提出的建议 俄罗斯啊 一定会再次伟大 到了1937年3月3日 我们收到消息啊 大公德米特里就任俄罗斯共和国大总统之职 现在已经过去一年多了 他的施政非常成功 将共和国从崩溃的边缘拉了回来啊 人们重新习惯了在俄罗斯人民的小父亲下生活的那种感觉 并且也是希望啊 我们这个大总统啊 登基成帝 成为我们这个俄罗斯的沙皇 但是我们这个大总统表示啊 哎呦 此事休要再提 休要再提啊 我之前不是已经说过了吗 我们支持共和派啊 我才不支持成帝啊 你问我支持不支持 我说不支持啊 因为我们现在还忙着重建我们俄罗斯军队的最高指挥部呢 哪有什么时间去讨论什么地质不地质的问题啊 算了算了啊 此事休要再提 休要再提啊 好的 到了1937年5月3日的晚上11点 我们也完成了重组军队最高统帅部的国策 接下来啊 我们选择一个新的国策啊 我们找到我们这个大总统德米特里啊 我们表示啊 总统先生啊 不好了 不好了 刚刚传来的消息啊 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啊 我们现在呢 需要您到这个国家杜马啊 也就是我们俄罗斯共和国的议会去一趟啊 我们这个总统现在正在睡觉啊 现在都晚上1点了 表示什么事啊 这么急啊 我们表示哎呦 说不清了 等您到了之后再说 快点快点啊 我们这个总统呢 也是啊 穿好了衣服啊 前往了这个国家杜马 到了1937年5月23日啊 也是过去了一段时间啊 我们这个总统呢 接到我们这个报告啊 也是急忙赶到了我们这个国家杜马 他刚进去啊 就发现大门啊 被锁住了 他是表示啊 你们要干什么 你们难道是要刺杀 我这个大总统不成 我们当然也是表示啊 这怎么敢呢 哎呦 我们来啊 是想说啊 这个大总统啊 那真的是太伟大了 太伟大了 这个您呢 把俄罗斯从内战的边缘救了回来 可以看到 我们俄罗斯最糟糕的时候 这个稳定度已经达到了负52% 现在呢 已经变成了负13% 已经好多了啊 已经非常不错了 同时呢 也改革了我们落后的陆军 以及我们的海军 还重建了我们国家的公共安全秩序保卫部 哎呦 也是维持了俄罗斯的和平与稳定 然后呢 这个之前啊 也是有很多民众啊 上书 表示我们这个大总统啊 应该称帝 然后呢 国内啊 也是有很多议员啊 比如说斗马的一些议员 也是表示啊 大总统啊 应该称帝 我们这个大总统啊 前后已经拒绝了两次了 他也是表示啊 我们这个俄罗斯民众啊 能够选择他 当俄罗斯共和国的总统啊 那是他的荣幸 他把我们这个俄罗斯共和国治理好啊 那是他应该做的责任啊 这算不了什么 而且呢 他也是为了保护我们这个 克伦斯基总统的遗产 所以说呢 把国家治理好啊 这算不了什么 我之前已经不是说过了吗 我不想当皇帝啊 这事我不是已经说了吗 哎呦 休要再提 你们把我叫来国家杜马 在半夜一点钟啊 把我叫起来 就是为了这个事情啊 哎呦 真的是啊 但是呢 我们这些议员也是表示啊 我们已经把这个杜马的门啊 给封住了 今天大总统 您要是不答应我们 您就休想出去啊 说这个 那如果我这个称帝 这也不算什么 那我不是把这个克伦斯基先生的这个 哎呦 基业给毁了吗 我们好不容易 才把这个布尔什维克击败的啊 但是呢 我们这些议员也是表示啊 我们这个 德米特里总统 比我们这个克伦斯基总统啊 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克伦斯基总统都没有治理好的问题 我们德米特里总统治理好了 这也就是说呢 我们这个德米特里总统 比我们这个克伦斯基总统更加优秀 同时呢 他说啊 大家不支持啊 但是呢 我们这个议员表示啊 不要担心啊 我们这个俄罗斯 穆斯科啊收到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民众的来信啊 纷纷要求啊 大总统登基成帝 以及我们俄罗斯的很多媒体啊 也是纷纷发表报章啊 说这个我们德米特里总统太伟大了 真的太伟大了 应该登基啊 但是我们这个德米特里总统不知道拒绝了多少回啊 现在呢 事情已经到这种程度了 我们这个总统说啊 哎呦 那没有办法了 但是呢 他就想问一个问题啊 叫我们德米特里总统登基成帝啊 大家也支持吗 然后我们这些议员也是表示 哎呦 当然啦 当然啊 当然是支持的啦 如果不支持的话 能叫你来吗 那大家既然都支持啊 哎呦 那也就没办法了 这自己啊 也是再三的推脱啊 就是推脱不掉 既然大家都这么信任他这个俄罗斯人民的小父亲啊 那他也就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只好这个恭敬不如从命啊 就接受了 表示奉天承运 皇帝诏约 今日我俄罗斯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 今日齐聚国家动马 共1993人 得主张君主立宪票 1990张 两票反对 一票弃权 着即日废除共和国体 改行帝制 钦此 随后呢 我们收到消息啊 德米特里沙皇 在新的沙皇 德米特里 罗曼诺夫的带领下恢复最伟大的俄罗斯帝国的时机到来了 我们表示啊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同时也是可以看到啊 我们这个总统呢 他现在已经是换好了衣服啊 摇身一变 这就成了皇帝了 我们现在的国号也改了 改成了叫俄罗斯帝国 那么现在时间啊 已经到了1937年5月23日 我们俄罗斯的政治变局啊 也已经刚刚结束啊 可以看到我们那个苏维埃威胁的民族精神啊 已经没有了 已经消失了 现在我们这个德米特里大公上成天意 下顺民心 登基成帝啊 那么俄罗斯的未来将会怎么样呢 我们下一集再说啊 这集先这样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 不妨点个赞啊 再定个月啊 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收获到我最新的视频了 那么咱们这集就这样啊 大家再见